我告诉你哦 以后你要是想吃清蒸鲁鱼 在家你就像我这么做 先认好吃 方法要比你想象当中更要简单 如果你想把一道菜做好 其实前期的刀工处理很重要 叫做菜不讲细节 就是耍流氓 看视频没点红心 或许是你太忙 重点来了 在鱼的表面涂上一层油 这样蒸出来色泽洁白 明亮不干涩 搭配点葱姜可以去除腥微 水烧开后蒸8分钟 一会看效果 等待的时间别浪费 顺便教你切葱丝 把小葱 辣椒 金葱压在一起切 切完泡水不会干掉也更好看 鱼正闻之后 挑掉葱姜 倒掉盘地的水 因为这些比较腥 撒上蒸鱼的三丝 准备一瓶白灼汁 它可以当成蒸鱼豉油来用 这一瓶两斤你可以用很久 蒸菜 白灼菜 凉拌菜都可以用 味道鲜甜适中 没有你们家里面的生抽那么咸那么黑 最后再高油温炝香即可 看时便不如行动做一遍 毕竟学到了就是你的拿手菜